国家天文台消息 这颗由中国天文学家 发现并命名的小灵彗星 将于明天下午四点左右遇过地球 届时人们可以凭肉眼或望远镜 清楚看到这颗紫色的星星 在空中划过 根据我的计算 这颗小灵彗星在擦过地球之后 将继续沿着这条轨迹前进 而在它将会经过的地方 就给我亲爱的母星 半人马做比灵星β 哦 所以呢 所以 你没明白吗 兰兰 所以我可以回家了 我的飞船还没彻底修好 不能做长时间太空旅行 如果借助彗星的力量 那就可以一路搭乘顺风车回家了 哇哦 搭彗星的便车太酷了 没错 兰兰 这次我真的要告别地球了 我一定会想你们的 哈小龙 地球也是你的故乡 你就留在这里吧 等将来地球的宇航科技进步了 我们一定会在其他星星相见的 嗯 只要你一走 地球还不是我的 不过没有对手的日子 真是会很寂寞呀 保重啊 保重 以后常回来玩 奇怪 兰兰和哈小龙怎么不在 算了 时间来不及了 等我回到比铃星再跟他们联系吧 公主 哈哈秀你报告 我即将启程返回 太好了 哈哈 期待你的归来 再见 再见 奇怪 飞船重量怎么不正常 太难操控了 汪泽 不不不 我要 快加速 再赶不上归星就不可能了 来了 哈小龙 你们 你们居然偷偷留上飞船 我可从来没有登上过归星 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我真的不想错过 哎呀 你不用担心 我和哈小龙都商量好了 等平安到了比铃星 修好飞船 我和他再一起回地球就行了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飞船超重 江陆很危险 那个 快看 这就是归星啊 现在在我们脚下的 就是归星最重要的部分 归合 它是由岩石 尘埃 沙粒 以及大量冰块组成 为了这次归星之旅 我可特地研究过归星的知识 可是 这里怎么跟在地球上看起来的 不太一样呢 那是因为 当归星接近太阳的时候 一部分冰块会直接升华成气体 就变成了归星长长的尾巴 而掉落到地球的碎片就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流星雨 不好 有太阳风暴 蓝蓝蓝 糟糕 喂 喂 公主 公主 这下 这下彻底完蛋了 太可惜了 如果不是那一阵太阳风暴 说不定我们已经成功回去了呢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们偷偷溜上飞船 根本不会出现这次意外 哈哈 你生气了 哈哈 是我错了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嘛 我们一起把飞船先好 再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现在我和比灵星彻底失去联系了 没办法确定返航坐标 这下我可永远回不去了 太好了 地球人和哈哈有矛盾了 只要哈哈再也不管地球的事情 统治地球 指日可待 来了 这又不是我们的错 别理她了 以后你们地球人有什么麻烦 尽管交给我吧 不管你的事 刚能粒子流即将清洗比灵星 请务必小心 是哈哈发来的信息 不好 我们的科技术 哈小龙 哈哈生我气了 我们也不理她 我哈小龙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一切难题 哈小龙你别闹了 我们和哈哈是朋友 现在一定是她最难过的时候 我要是可以做什么帮她就好了 有了 我来试试看修好她 看能不能和比灵星联系上 还能不能用呀 糟了 我得让哈哈过来 你们联系上公主了 哈哈 那颗彗星爆炸带来的高能粒子流 破坏了我们比灵星的科技术智能系统 等于丧失了所有生活和工作技能 整颗星球已经瘫痪 那我们怎么办 哈哈 幸好你还在地球上 我将用我最后的能量 赋予你全新的能力 复制幻影 拥有这个能力 掌握她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 只有用知识能量 重新点亮科技树上所有的叶子 比灵星才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 你听明白了吗 好的 公主 我一定会收集地球知识 拯救我们的比灵星 哈哈 我会帮你的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你 蓝蓝 对了 哈哈 你们也要小心 那颗粒子流 喂 喂 公主 不好了 不好了 你们快看静静新闻 即将进入太阳系 受此影响将会导致 剧烈的太阳药斑发生 地球磁场将遭到严重破坏 不久 全球电力通讯网络 将面临瘫痪 听起来太可怕了 可是太阳药斑到底是什么呀 太阳药斑是发生在太阳上的 爆发现象 会发射出各种电子辐射 破坏地球上所有的电子通讯 简单来说 就是全世界的手机 网络 电脑 电视 各种设备都会坏掉 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辐射 甚至被烤焦 这下可怎么办 地球是不是要毁灭了 如果我们有天文学家的知识就好了 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拯救地球 对了 公主说过 它赐予了我一种全新的能力 叫复制幻影 可以让我复制地球上一切职业 并拥有它们的所有技能 那还等什么 快试试啊 这是什么 就像是情绪宝石一样的东西 可它为什么没有颜色 不知道 不过我现在的身份 就是一名地球的天文学家了 别管那么多了 高能粒子流和太阳药般辐射 马上就要来了 你快想想办法 我试试看运用收集到的天文知识 计算它们到达地球的时间和角度 我有一个办法 但是靠我一个人很难完成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什么办法 我们需要制造一面巨大的磁场盾牌 竖在地球和太阳的中间 挡住所有的辐射和粒子 这样行不行啊 事到如今 我们还是听天文学家的 无论如何 一定要试一试 好 我倒要看看哈哈这个新能力 有没有用 这到底是什么盾牌啊 看起来破破烂烂的 还又轻又薄 真的能抵御那么强大的粒子流 和太阳药般吗 司马青空 你别着急 这颗是收集了地球 所有天文知识的宝石 只要装上它 我们的盾牌 一定会起作用的 哈哈特制电磁防火盾 反射 这面特制的电磁防火盾 它虽然很轻很薄 但是是由高压电厂 和一个强磁场组成的 当粒子流和辐射 接触到盾牌的时候 就会发生偏转 阻止它们到达地球 太好了 宝石变颜色了 我明白了 只要我们掌握到 各种职业的技能 透明宝石 就会变色为知识宝石 我想 这一定就是公主想要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比灵星 恢复原来的样子 原来哈哈在收集地球的知识 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哈小龙 你赶紧记下来 到时候 就可以跟它势均力敌了 那个防护罩叫什么来着 是用什么做的 哈哈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天文学呢 如果不是为了拯救地球 天文学还有用吗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从宇宙来的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粒子 都是宇宙从大爆炸 到现在的全部历史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了解你看到的这片无垠的天空 就是在了解我们自己 你说 天文学是不是特别美妙呢 闪电女侠真是太帅了 她用的百万伏特闪电枪好厉害 可是这么大功率的武器 是用什么来提供能量的呢 你关注的点还真是奇特呢 要不是闪电女侠 章鱼博士就能征服地球了 太可虚了 蓝蓝 来客人了 来来来 快请进 好好好 这位是公孙兰小朋友吗 麦苏威先生 我超喜欢闪电女侠的 麦苏威先生 你是我爸爸的小学同学吗 爸爸你怎么不早说 闪电女侠给你眼上小决斗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攻击电力隐身呢 鲨鱼队长在水下战斗的时候 是怎么呼吸的呢 闪电女侠百万伏特枪 使用的能源是什么 就最后一个问题 下一期的闪电女侠 讲的是什么故事 下一期闪电女侠的手稿就在这里 我一会儿就要送去出版社呢 真的 我可以看吗 不行 在出版以前 谁也不能看 好吧 老麦 我带你去院子里看看 好的 我们出去看看 蓝蓝 一会儿把茶水端出来啊 小龙 糟糕了 外叔叔的小提包 要是弄湿了手稿就糟糕了 还好没事 闪电女侠大战变种星星 好想看 蓝叔叔说了不行 我也想看 我就看一页 一页 这仙条 这古之后图 这星星 太精彩了 反正都看了一页了 要不 快翻下一页啊 现在是看漫画的时候吗 给我好好想想 怎么征服地球 可是 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漫画手稿 机会难得 最受欢迎的漫画 有了 你去把手稿抢来 把主角改成我哈大龙 这样 地球人就会心甘情愿地 欢迎我来统治他们了 你做主角 有人看吗 小废话 快去 小龙 你要干什么 我哪里爬 我哪里爬 这锅罗宋汤算是完了 手稿泡汤了才是重点 好不好 这可是麦叔叔要交给出版社的唯一一份手稿 完蛋了 等等 我们已经看过了手稿 所有的内容都记得 如果我们变成了漫画家 就能重新画一份 太好了 够了 技能宝石有了 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完成了 漫画家要用到的工具都在这个万能漫画手套上了 太帅了 我还需要两个模特 没问题 我就是闪电女侠 你就是变种猩猩 好吧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实验室里的变种猩猩躁动不安 漫画家一般用铅笔和橡皮打草稿 然后用不同粗细笔尖的蘸水笔来上墨线 给头发 眼睛 衣服褶皱和金属增加光泽 进用白色颜料 各种图案的网点纸可以用来做背景 一声巨响 变种猩猩冲破笼子逃出来了 闪电女侠 出动 用速度线可以增加画面的动感和冲击力 你老是挨打呀 反击 给我反击 看我的百万福特闪电枪 你怎么又倒下了 没办法 它是主角呀 蓝蓝 你怎么停了 这一段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根据杠杆定理 加在杠杆两头的利与利弊的长度成反比 漫画里闪电女侠的体重是五十公斤 变种猩猩的体重是两百公斤 那么这个跳板的支点必须到这里 闪电女侠才能把变种猩猩弹飞 刚才刚才在看手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画的不对 好 那我把它改正过来 什么杠杆利弊支点的 你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演示一下你就懂了 抓紧时间 接下来情结是什么 你怎么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结局 手稿就被你抢走了 我就不知道故事结尾是什么样的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 蓝蓝蓝 快编一个结局 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闪电女侠把变种猩猩抓回实验室了 太普通 变种猩猩征服地球了 不可能 整天想着征服地球 等我把你带回笔灵星 你就在监狱里做梦吧 带回笔灵星 回家 有了 我想到结尾了 这 Veronica 对不起 麦苏惟先生 那个 那个 是我盖了您的手稿 但是 我不是故意的 这 这是一连串连锁反应 我先是 不小心把茶水 洒到了您的包上 担心手稿失了 然后 就拿出来看了一眼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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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是来谢谢你的 你把手稿里的 科学常识错误改正了 而且 出版社编辑和读者 都很喜欢你的结尾呢 真的吗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来做闪电女侠的 科学常识小顾问呢 真的吗 太棒了 变种猩猩 是被猎人 从原始森林 抓到实验室的 她想念她的家 想念她的亲人 所以才掏出了实验室 闪电女侠 制服了变种猩猩以后 把她送回了家 变种猩猩 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